老哥萌好,天王炖蘑菇,我是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JUQ82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大美,肤白貌美大长腿 曾经的她是叱咤商场的职场精英 跟上司结婚之后就成了相夫教子的全职娇气 这天,大美来到闺蜜莉莉家做客 莉莉跟大美一样,有个十岁的娃 但她却还经营着一家美容院,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抓 咱们知道,男人聚在一起,就喜欢聊裤裆里的那点事 其实吧,女人也是一样 莉莉感叹,自己已经五六年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大美比她好点,只有十年 聊着聊着,莉莉突然向大美展示了一个小奶狗的照片 得意的介绍,这是她最近结交的炮友 阿强,AKA一夜五次郎 就像昨天,她老公出差,更是搞得她一整晚都没睡觉 听得大美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忍不住问莉莉,是在哪认识的阿强 莉莉也不藏着掖着,坦言相告,约泡神器,摸摸 并且窜多大美,赶紧安装注册一个 大美还假装矜持,找了个要去接儿子放学的借口,溜之大吉 晚上,大美本想跟丈夫老牛八卦一下莉莉偷心的事 结果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对了一通 每天除了买买买,就是吃吃吃,给大美噎得够呛 夜里,被老牛气得睡不着的大美,想到白天莉莉的事,便拿起手机 下载安装注册了摩摩,兴致勃勃地摔了起来 很快,大美就跟一个叫小帅的吊毛配对成功 接下来,大美就跟小帅到酒吧约会 大美还有点忐忑,小帅会不会介意她这样的欧巴嫂 结果小帅却是年少就知阿姨好,不把少女当成宝 所以,这俩算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立马开房,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转天,大美向莉莉汇报了战果,一夜四次 莉莉又是惊讶,又是高兴 但大美却打算到此为止 因为,她毕竟是已婚人妻,这样太对不住老公了 莉莉却开导她,这又不是出轨 只是为了保持美丽,像健身一样的运动锻炼而已 这番话是有理有据,令人幸福 大美立马就接受了闺蜜的意见 随后,莉莉作为过来人 还给大美传授了一个小妙招 要想征服这种小奶狗,就要把她抓在手里玩弄 比方说,不主动联系她 也不要太快约下次,要掉她的胃口 大美毕竟是曾经的职场精英 那是一点就通,立马学以致用 转天,大美又向莉莉汇报战果 莉莉连连点赞,并且又出了个馊主意 不跟小帅见面,之后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动作场面 我们直接跳过 转天,大美又又向莉莉汇报战果 姐就是女王,小帅已投降 莉莉自然是为她开心 但也提醒大美,小奶狗会喜心厌旧 所以不要太过沉迷这种关系 大美却觉得自己和小帅的身体相性太好 连她的感情都发生了变化 但毕竟大美以为人母 考虑到儿子,她还是不会沉迷的 随后,莉莉提起 计划周末和阿强去温泉旅行 邀请大美和小帅同行 大美原本是想拒绝的 但是听了莉莉一通话饼 不由也充满了期待 于是,晚上,大美便向老牛提出 她准备周末和莉莉去温泉旅行 没想到,老牛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 一转眼就到了周末 大美和小帅,莉莉和阿强 一行四人来到温泉旅馆 莉莉和阿强毕竟是长期泡友 相处下来既亲密又自然 相比之下,大美和小帅则拘谨得多 要说这莉莉,还真是会来事 张罗着四人又是合影,又是泡澡 让大美和小帅总算是没那么尴尬了 泡完温泉出来,四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 气氛那时越来越融洽,也越来越暧昧 本片描述的是女主在闺蜜的窜多下 与小奶狗男主的情感纠葛 片末有一句女主的独白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 个人以为,这其实有些话舌添足 就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遐想的空间,不是挺好 而且,影片中也没有任何依据表明 男女主自此之后必须断绝关系 再者,按常理来说,P3都玩得这么爽了 以后大概率只会玩得更嗨,而不是就此阶段 文系部分相对简单,就不过多赘述 咱们稍微聊聊舞系 绝大多数AV的时长都是120分钟左右,三场舞系 但是,本片的时长虽然接近180分钟,却只有两场舞系 而且,通常来说,男女主的初次交流 往往会设计成第一场舞系 本片却仅仅用几分钟糊弄过去了 JPU088也有这种现象 在形式上追求创新,寻求突破,不是不好 但是这儿八斤的舞系不拍 反而后面可有可无的口报加网交,花了近40分钟 这就显得有些不分主次,不知轻重 女主的饰演者爱公良老师 在本片中的表现算是重规重矩 反倒是饰演女二的香追加碎老师,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P3只是背景版加工巨人,却依旧光彩夺目 如果两位老师的互动再多一些,效果应该会更炸裂 这正是,人妻找炮友,首选小奶狗 温泉四人行,银趴开一宿 再为女二献上一首,日本好闺蜜,机智又大气 尽可当参谋,退可换弟弟 最后的彩蛋 本片拍摄于东京都恋马区大全学园艇 我们之前聊过的GUQ211、MIA870也是在这里拍的 同学们是不是很眼熟呢?